我们不要硬押 我本身的做法是我要让客户买得很开心 而且我要让客户买到他们不会后悔 而且我要让客户买到他们觉得他们幸福口福 不要回去马上 regret MING PAGE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回到ADRIAN SEAL的LIVE VIDEO PROPERTY AGENT们 你们有顾客来看屋子 但是不知道怎么FALL UP 结果关不到CASE 相信这是大家很多很多Agent 碰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探讨看看今天这个话题 BOWAY 看这视频朋友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ADRIAN SEAL 我是一个房地产公司的Team Leader 我的专业是呢 通过系统化Internet Marketing的方法 来帮助PROPERTY AGENT突破 并且达到5位数的收入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个 我觉得 我最近很多Agent都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 PROPERTY AGENT 你的顾客来看了屋子 结果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FALL UP 结果你就关闭掉那个CASE 白白了掉这个CASE 那么你应该要怎么去做呢 OK 这样 我们来讲讲一下啦 为什么今天这个问题会有存在啦 是因为 很多时候我们讲买物质 这是against mindset的问题啦 很多时候我讲是mindset 为什么我讲mindset很重要呢 记得我之前有讲过一个视频叫做 思维一改变 市场一大片嘛 今天你相信你的客户会怎样子react 怎样子behave 其实他们就会怎样子react跟behave了 OK 所以instead of相信他们不会马上下单 倒不如我们有before去meet那个customer的时候 我们先有一个概念就是讲说 哦 今天这个customer会当场下单 这么如果你有这个mindset的话 你会比较能够当场就把那个CASE给关掉 而不是等着 啊 Hi ZAK ZAK 你好 而不是等着过后慢慢FALL UP Anyways 假设如果今天customer真的是要FALL UP 那么我们要怎样子去做这个FALL UP呢 我们讲说来 这个经过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 不只是limit to 物质啦 不管你做什么sales 买卖东西都好 只要是关系到有客人 你要去跟他跟进的话呢 这个都是我们今天 我相信这个课题都会帮到你 我今天所讲的那种sales哦 不是讲说你现在mcdonalds 然后人家排队 排了过后他来跟你买burger 结果他过后他不要买burger 他买别的东西 都去follow他 不是这样子 我们讲是大单 对人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commitment的sales 好吗 像今天我们讲说 为什么你的customer 不会跟你下单 然后我们讲怎样子去follow up呢 那 我们讲回去哦 很多时候我们agent啊 或者是salesperson都会面对问题 今天customer来看了过后 ok 看了物质啦 看了你的service whatever 然后呢 你就跟他们讲说 ok so why not 我们今天下一个booking咯 结果客户讲 ok i want to think about it so 今天这个是一个很common response 我要跟我的老婆商量 我要跟我的老公商量 我要跟我的financial advisor 我的accountant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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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会这样子做的 but here is the thing 今天他们只是给你一个借口 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没有generate到一个所谓的信任 我把它写在这边 信任 第一个就是信任 你没有generate到一个信任 ok 很多人会讲 Adrian 对啦 我也知道没有信任啦 这样我要怎样子去generate这个信任呢 换回来 我们来讲一个方法就是 今天你本身如果你去买东西啦 你自己你去买东西的话啦 你呢 会跟你认识的人买 还是你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买 so 很多时候啊 我们都会讲 我们找一个我们能像 像比如说我跟你讲 我自己的一个personal experience ok 我 最近我在买一个camcorder 就是我想要去买一个video recorder 来录training 还有录一些别的东西啦 ok 这样我的第一步是我找谁问呢 我先问我周围的朋友 周围的朋友 你们有没有谁认识哈 有没有人是在卖video camera like camcorder的 我想买一个 那你看我的第一步是做什么呢 我去问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我相信我的朋友 信任 我相信他们 来 谁呢 有没有走过正当中 进台有拍照拍video的朋友们啦 ok so 讲回去你的customer今天为什么没有跟你买呢 ok 到最后我们会跟比较认识 我们不要讲来太熟啦 至少你认识 你知道他是谁的 而且阿嘎阿嘎知道他的人格是怎样的 对吗 那第一步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 你follow up customer的时候呢 当你打给他的时候 你不要问他 哎 Mr. Buyer 上次我是Agent 上次我在哪里那里见你啊 跟你看到物资的 so 你现在考虑到怎么样了哈 那如果你讲这句话下去哈 你是不是第一步就是给客户想到 哎呦 这条谁 来就是要为了要卖我东西 那想回去你 personal experience 我不要讲物资 你们去买别的东西 比如说保险 你朋友卖保险 然后他这样 你你你你做做做的过后下单过 你跟你朋友你跟你朋友 啊 我要去考虑一下这个东西 那么呢 结果你的朋友多三天后打会给你 哎 怎样考虑到怎样啊 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你会想要拒绝 因为有可能你不准备 你会想办法来拒绝 那么如果你今天把你自己 放在你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也是一样一样的那种心理 他会想要拒绝你 不然他不懂怎么样 所以你不要给他这种感觉 你要怎么样呢 打给他 哎 Mr. Buyer How are you OK 所以今天我是打来跟你做一点点 订阅 跟你讲解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 property来给他做一点 update 上次你看的这个 unit 其实是还有在啦 OK 那我们的 package 什么事 其实还有在 所以想问问看一下 上次我们见面了过后 你回去考虑的时候 你还有碰到什么问题吗 我可以现在跟你解答一下咯 还是他们讲他回去跟谁 讨论的时候 你回去跟你老婆跟老公 讨论了过后 还有什么问题是你想要知道 来想要 clarify 的吗 你这样子问他们比较不会觉得 这个人是 哎 Hard selling Instead 你是从什么角度呢 你是从一个想要帮他解决问题的角度进去 OK 那么 at the same time 我刚才有讲到 我们只是要做一个 update 来给你知道一些关于更多 最近什么有最好事 like 我们讲每天 property 都会有news的嘛 对不对 读 读这些news 这些news都是可以跟人家打开一个话题的 我们所谓一个话题的方法啦 所以当你有这种方法 你去call OK 我想跟你讲一下 最近有 比如说我们现在HOC嘛 很多客户会不知道什么是HOC的 可能你在presentation的时候 你也没有讲到 所以可能你也可以故意不要讲到 by the way 为什么呢 你可以留着 留着几时讲呢 打电话去follow up的时候讲 你留住一些 我们讲所谓的故事跟information 跟update 到时候再follow up讲 因为今天我们讲回去 如果你要做一个很successful的sales ok 今天我们是讲focus on follow up but其实讲真的到最后 follow up其实也是一种sales 一种marketing 所以当你在做whatever kind of sales 你都会知道一样东西的 就是你不能够马上把你全部的那个selling point 一次过丢给customer的 agree吗 agree的comment一个yes一下 因为有时候customer他们 一次过你丢太多information给他 他收不到 所以instead呢 你一步一脚印 慢慢的引他进去听你的idea go到你做closing的时候 我们下次啊 by the way 想要学这样子做closing吗 下次呢 守住我的live啦 下一次我会讲一个video 所以我开一个video讲 about如何closing customer 就是这样子去loop customer ok 这是下一次 but 这样子这个是systematic的方法 去做把你的information 改讲的话慢慢的去跟customer讲 所以你也可以特地留一些 留几招起来先 不要我们所谓的来 我们表演啊 不要马上把全部skill放出来 一步一脚印慢慢去放 留一些故事是在follow up的时候讲的 那当你这样子你去follow up你的customer的时候 你call给他的时候 第一你call给他的同事 不是讲说你考虑要怎样啊 so我们那个unit差不多卖掉了 不不不不 不要这样子去卖 反正你给他多一点value education 一点update about property 这样子他会觉得你这样 你是一个不同的agent 你是一个不同的salesperson 你再给他什么 更多知识跟更多value ok 这样子by giving这样子的value 第一我给你们讲一下 那你们看这视频 如果你们现在手上有一张纸 还是一个笔记本 还是什么都好 写下来 做sales的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要如何减低customer的resistance ok 我讲这个我就写成英文了 减低resistance 还有increase trust resistance就是你要给他那种没有抗拒的心理 像如果你一打过去的话 哎呀考虑的怎么样 这个他们很抗拒 他们会觉得哎呦他们想要挂掉 他们不他们会想办法这样子拒绝你知道吗 but instead你不要给他这种感觉 叫instead这样子呢 你给他一个他很容易接受的东西 比如说就是你call他的时候呢 你就跟他讲说 oh ok 我其实今天打来了 不是想要叫你订物质还是什么 我想你做一个update啦 最近有一个news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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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简单这样 你讲这样子的话 他对你的防备性是不是减低了 减低的同时呢 他对你的信任越来越高 这个人没有再来push我买东西 这样子的同时呢 你一定会得到一个信任 同时你的mindset是什么呢 你今天是要跟你的customer做朋友 befriend ok 这是第一个point 就是makefriend reduce resistance and increase trust ok 那下一步 来这是第一步 所以今天呢 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 是因为我觉得啦 the money is in the follow up ok 那我写在这边 the money is in the follow up 你的customer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说 customer都不会当下卖 对 所以这个skill follow up skill 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学会 第一就是你call过去customer的第一步 第一句话 第一个idea就是不要给他感觉 你是要卖他的东西 反而你要给他感觉什么呢 你要给他感觉 你是在给他value 跟他做朋友 reduce他的interest increase他的trust 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 那我要讲的就是 the money is a follow up 第二步你要做的东西 你要有一个micef就是 the best selling in the world is not selling ok 你们可能会听过来很多 sales trainer 他会跟你讲说 你要bick customer bick单 懂吗 懂什么bick单吗 就是 你要一直来想办法 就是叫他马上下单 今天这个unit很美啦 如果你不bick 等下这里三十多个人在看着 等下他们会bick掉了 这个package 这个extra几百% rebate 是until明天而已 这个几百% rebate 是until roadshow 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 ergency ok 我知道 我们一定要try 这样子做 你如果一直用这样子的方法 去做的话呢 很多时候customer 第一 我跟你讲啦 尤其是做roadshow的朋友 我本身我也是有做过roadshow 我知道 我也是有在roadshow管过case 所以你在roadshow管道的case 有时候他们很快就会emotional regret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你有时候太过emotional selling 你create urgency 你跟他讲 哎呦 你今天木买科系啦 什么东西 对 很好 这些都很好 sales technique 把这些都是work for 比较小样的item 我讲比较大样的item 对 你要当下他做出那个决定的同时 你不要忘记 你也是要给他logic 两个都很重要 people buy on emotion emotion and logic 两个东西 对吗 相信啊 the best selling is not selling instead of 你一直去卖 你focus on一个东西 你要去卖 你要怎样 继续 你要怎样 继续 relate这个idea呢 ok 我告诉你们 一个我觉得蛮好的方法 就是讲故事 ok 讲故事 讲什么故事呢 讲别人因为没有下单定而失去那个物质的故事 那我 personally我用过这一招 我用过这一招 ok 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customer ok 他那时他来看这个unit 他是觉得 ok 那unit很好 pricing ok package ok 他就是很迟疑 他不懂他的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 所以呢 他就会想要 ok 我想要 I want to think about it ok 那时我也是不大会 我也没有去来逼他下单 还是whatever 把我做了一个东西 我跟他讲故事 ok 这是 这是 I mean 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故事 我之前有一个experience 就是有一个customer 他不要下单 他就是看中了unit 跟他similar一样的situation 他看中了一个unit 结果他不要下单 然后我也 那时是跟之前的时候 我也不大会去逼他下单 ok 没有关系咯 你回去咯 你去想一下 然后你再回来 结果他回 他真的是到最后他回来 你知道吗 but 那个unit没有去了 所以变得是 他觉得到最后 他 因为他回去想了 大概两天三天 那个unit 给人家定去了 结果他买不到那个unit 结果他整个project当中 也不喜欢别人 因为有些人比较注意方向 这些东西 所以刚好他是那种人 他又很谨慎 他又不要马上下单 结果他的失去掉 他买不到这个project 不过到最后呢 我介绍到他 别的project他买了 所以我通常 我会用这个故事 storytelling的technic 来跟customer讲说 今天呢 ok 我没有 ok 你可以讲 在follow up里面讲 当你跟他讲说 我是打来跟你讲 这个update 什么什么什么 ok 然后很顺其次 你会问他 我还记得吗 上次我们在 什么showroom meet到的时候 我没有谈到那个project 想问看看 你最近你跟你的 随随随随讨论 accountant讨论 算了过后 你觉得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第一招吗 对不对 那你问了这些问题 当下解决了 ok 你就问他 其实呢 如果你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的 所以为什么 我们就先lock一个unit 起来咯 你看他讲什么 这样 不要了 我还记得还是要想一下 ok 这时候你不要问他 你还有什么要想 你这样子太过 太过撞他 把你讲 ok 没有关系 我知道你要想 把我跟你讲一个 我之前一个客户的 experience 就用一个故事的方法来跟他讲 你重复我跟他讲他的故事 他说 the best selling technique is not selling ok 就是你follow up的时候呢 你去你call回他 你跟他讲说 ok 有别人因为失去 所以没有买到 那再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第一个customer 他做不到的东西 就是我们所谓的 他那个trust 没有在对不对 有可能customer相信你 也有可能customer相信那个物质 ok 他还是犹豫这一些东西 这是我们所谓的信任 他还在想着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可以跟你讲 就是他还没有看到 别人用了这个东西 或者是买了这个物质 感觉很开心 所以这是我们所谓的customer testimonian 别人有没有 买了这个物质 有好的experience 别人有没有因为跟你买 跟你as a property agent 买 而得到一个更好的service ok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话说回来了 今天 你可以generate到customer 对你的trust 你可以generate到customer 对物质的trust but customer 还是犹豫一些东西 就是今天他没有看到一些 一些social proof social proof的意思就是 今天除了 你as a self-servicant 讲这个project好之外 有没有别的customer 讲这个project好 ok 这是我们所谓的testimonial testimonial 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 follow up customer不一定是要 calling 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follow up customer呢 send whatsapp video 一个短短 let's say maybe 30 second to one minute的video 像什么video呢 你的existing customer 买了你的project 讲他为什么买project 很多时候他们也是要看到你有帮助过别人买到物质 所以与其只是去calling follow up 你挂了那个电话过后 可能可以隔两天的时候你跟他chatting 你跟嗨 Mr. Buyer 我想跟你分享一个video 这个是我之前一个customer呢 他跟我买了过他所说他对这个project的看法啦 那我在想如果反正你是要在考虑这个project 我觉得听听看这些人的experience也是蛮不错一下 你就把这个video send给他可能30秒到1分钟 customer testimonial the best selling is not selling ok 今天你没有卖他的东西 反正你在做什么 你是在跟他讲故事的同时 你给他看别人的experience testimonia of other customer 你去找你existing的customer 你call回他们 你跟他讲说 诶 我想跟你喝茶一下可以吗 你约他出来 你约他出来 约他出来了过后呢 你就继续跟他聊天聊天聊天 然后你问他一个问题 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Mr. Buyer 因为的话我觉得 你就像我之前有问过 你觉得今天你买了这个project 解决你生命里的什么问题 第一 你觉得 为什么你会跟我买 as a property agent 你觉得我service好吗 你会不会把我的这个service 介绍给别人 那你问了这些问题过后 你跟你existing customer 这样问 那你问他一个问题 ok 今天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既然反正我有帮到你这些 解决这问题 你可以不可以帮我录一个短短的video 可能30秒讲说 今天你买了这个project 解决你生命里的什么问题 第一 第二 你今天买了这个project 你解决了什么的问题 或者是为什么你选择跟我买 那你会不会把我的service recommend出去给别人 那你把这个video 你刚才讲说 我不会把你的video send去social media 把我会送去哪里 我会给我的一些 existing customer看 这个我觉得是你对我最好的帮助 那你跟他录完这个video 你就送给他们 明白吗 so ok so你们本身都还没有try过啦 去回去try看 今天我觉得这是 one of the best technique 去try这个video ok 那现在side note一下 我们讲两个东西 ok不要忘记帮我把这个 你学的东西写下来 第二个point is the best selling is not selling ok 然后 the best selling is not selling 结果你要用什么technic 去follow out customer storytelling 还有customer的testimonia other people experience 让你的 你要 你要在关case的这个customer呢 去有一个reference 他们可以refer人家的experience 才去做这个买卖的决定 我们来讲第三个方法 ok 第三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 ok 那我先share share 第三个 第三个我觉得啦 我们要follow out customer的方法 就是 ok 这个也不算是来一个active的方法 而是我们所谓的mindset 到最后你的思维mindset 是很重要的 ok 你要做的东西就是 我们不要hard push 很多agent很hard push ok 当然 ok 我本身我personal的那个做法 是我要让customer买的很开心 而且我要让customer买到他们不会后悔 而且我要让customer买到呢 他们觉得他们心服口服 不要回去马上regress 我们讲 buyer's regret 这个是很多人都会有 你as a salesperson都会有的 有没有试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试过 你去roadshow 看到一个 尤其是home fair home fair是最危险的 你去home fair 他人家跟你讲 这个细尘机很好 这个刷纸很好 这个煮的锅很好 这个咖啡机很好 你买了过后 结果你回家你后悔了 来 那我本身呢 我也是有这样的experience 在四五年前 我去一个home fair 他们跟我讲说 这个烫衣的很好 他们是用steam烫的 不是用普通iron烫的 我结果就买了 多少钱了 一千多两千 我不太记得了 一千多两千块了 然后他讲 我再送你一个细尘机 那我到底是为了 细尘机而买 还是那个steamer买 我也忘记了 我知道我买了过后 那个steamer我没有用到 把细尘机我有用了 那时候我很后悔了 我跟他讲说 你们的客户也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 如果你去hard push他们的话呢 有可能他们会后悔 但这个很难讲 有些guru会教你们 你们一定要push他们到 他们做决定 因为他们做决定过后 他们就没有办法退路了 对 如果你卖的东西是不能退的话 go ahead 去逼他们做决定 如果你卖的东西 是他们可以退回来的话 再讲真的没有意思 因为如果他都可以 再把那个货退回给你 你觉得他今天买了过后 他后悔了的时候 会怎么样呢 他打给你 我觉得那个产品不适合我了 我想要cancel 我们不要做白工 我们要做好料 来省时间的工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不要hard push 所以不要hard push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先写在这边 第三 每个人有个人的建议 我这个是我的opinion 我想跟你们sharing 有可能跟你有冲突的话呢 我先apologize 但是这个是我觉得 我在用我身上很有用 所以我想跟你们sharing don't hard push 你要push customer 在下一个live video 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话 by the way 可以在上面这里 有一个notification 那个tick notification following啊 还是什么live notification 你们check一下 tick一下 所以下一次我go live 你们可以再看到咯 OK 我打算讲一个东西 就是下一次我会讲 about closing technique OK 那我所谓的hard push 这个东西是讲 about 今天你不要用emotion 我们所谓的urgency agent最喜欢用的 今天这个货剩不多 OK 今天的unit只剩一个 今天wallet forward 只剩几个 然后你今天不买 就没有了 rebit剩两天 rebit剩三天 rebit剩一星期 有没有try过用这样子的方法 跟他这么讲话 就讲这个 不要hard push 这东西就是 你可能会用这种话术 话术去跟客户讲话 到最后我给你讲 你可以去跟客户讲说 Mr.Payor 今天呢 你不买这个unit 明天就有人家买掉了 或者是你可以跟他这样讲 今天这个2%rebit 只是到明天 到今天而已 你不买明天就起价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真的 你讲的时候 分别是你心里在抖 对吗 你可能心里在抖 你讲的时候 为什么你要这样 因为你离得着 你这样去逼当 我跟你讲 我要跟你讲 这个点很重要 我让你们听好好 你们有纸个笔 你们写下来 你的urgency 你personal urgency 不是你客户的urgency 今天你可能会跟他讲 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这个unit是最好看哪一个view KLCC view 看海 而且价钱刚刚好的 这是这样子的view 你不买可惜 对你来讲可惜 对你customer来讲 可能来讲 今天这个view我失去了 我还有别的 你明白吗 他们的选择多 现在讲真的 This is a world full of choice It's abundance of choice 很多东西你可以去选择的 不一定要选你的 你知道吗 所以有时候你去这样子做的时候 反正你的customer会觉得 你是 salesperson That's why你这样讲 他一眼就看出去了 所以现在人都很聪明 不过我讲回去多样东西 真的 来 我跟你讲回我自己personal 一个experience 我自己 上个礼拜去买的campcorder 我没有拿进来在外面 如果有我可以给你看 我去那个store 那个salesperson 根本不要卖我 I mean 可能我是ready的 我是要买的 他根本没有讲说 这个unit有多少 like extra discount 只剩一粒 只剩这款 他没有这样 他完全没有这样子 他只是跟我很用心的解释 这个的feature是什么 他会问我 今天你要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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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机是要拿来拍什么东西 他问了 他解决完问题了 过后 我跟他讲说 我想要想一下 我想要去research一下 他让我走 你觉得你的customer 不会想要想一下 去research 跟compare 跟其他的project 他们一定会的 你明白吗 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是会的话 今天internet这样发达 你不觉得他们会去google 看一下这个property developer的background是什么 他们这个property的价钱 在周围是什么 他们不会去那个 i property property guru看一下 他们一定会去看一下 他们到底要知道 他们买贵还是买便宜的吗 像我 我本身 我是一个salesproperty salesperson 我去买camera 我也没有马上买的 我也是要去compare 我们都是下一个好的deal的吗 所以今天如果你一直逼你customer 去做决定 他们有可能会觉得 他们会怕做错决定 你懂吗 所以instead 你要怎样做 当你在follow up customer的时候 你不要一直讲 这个unit要卖掉了啦 这个rebit 多一个星期就没有了 像之前我有一个很personal的一个 一个experience 就是 我一个team member 因为有时候developer卖project 他们的那个rebit会改的嘛 对不对 他们会改掉 改成怎样呢 改成 到这个日期过后 我们extra 2% early butrebit就没有了 有一个日期了 对不对 那 你们有没有experience过 likedeveloper改package developer改package的时候 你就是最紧张的时候 你快点去text 你吧 developer改package 你要不要订这个unit 你call过去 你直接是什么 你在卖东西 你call过去 my mister 来谁啊 我们之前有看到屋子 你还记得吗 讲要那个project 那个package要改了的 下个礼拜还去改了 所以不然你现在book起来了 你看是不是觉得你很push 我的一个property 我自己的一个team member 真的是因为这样子 他customer by the way 他personally 他没有call到那个customer 根本没有call 他只是texting那个customer 那个developer 这个礼拜要改package so如果能够 我们这个礼拜见个面来 再谈一下仔细相信 他只带他customer两次 他customer讲 谈不讯 我跟你讲 人现在都不想被人家push的 想象一下 如果你自己给人家push 你喜欢吗 如果你不喜欢东西 为什么你要放在人家身上 逼你customer做呢 想回去啦 你都不喜欢customer 来别人hard push你 为什么你要去hard pushcustomer呢 所以instead你要这样子做 ok again 你要让他觉得今天啦 你要给他 again我们讲一跟二其实蛮related的 第一你build trust build trust了过后 你reduce他的resistance过后 你increase他的那个trust 然后第三就是你要去讲他的story 你要用storytelling的technic show customer的testimonia 然后呢最后一个hard push的point呢 不要hard push but instead我每次会跟我的agent这样子讲 ok 当你在跟customer做 就是讲完了后 你不要忘记你一定要做样东西 就是 so mr fire 反正你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啦 why not我们今天lock一个unit起来 一定要做closing 这个是closing吧 不是hard push 今天你的customer讲要考虑 要我还要想一下 我要blend一下 我要去check我的finance check account 我要看我的text包不好 我要问我的猫 ok doesn't matter 问这个问题 所以反正你觉得没问题了 why not我们lock这个unit起来 然后你心里expect什么东西呢 他会reject你 就像你call你customer的时候 当你要做forlock so你那时你问你 你看了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如果你没有问题了 why not我们lock这个unit起来咯 你transfer这个booking 我们就可以lock起来了 ok 你想要放一个人的名 还是两个人的名 然后他跟你讲说 其实我还想要 都会看多几个project ok 才来决定了 为什么跟你讲很common的 这样这个时候你应该做什么 ok好 如果你想要去看别的project 或者是你要考虑的话呢 why not这样子 Mr.Buyer 我跟你做一个summary 让你知道你要去看别的project 要怎样子去compare咯 什么summary呢 就是你很快的summariise你project的selling point 如果他是freehold 你讲ok这project是freehold咯 他是一个mixed development 他能够给你带来很多 我们讲所谓的marketing value 就是因为mixed development 很多人来 以后人家来了过后 你比较容易跟人家讲 这是什么project 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他的头级比较低咯 repeat有咯 而且这个area呢 有很高potential 因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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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讲呢 如果你要compare我的project 跟别人的project 你一定要从这几个point开始去讲 这个我们所谓的不要hardpush呢 就是你不要逼他下单 你不买可惜了 真的 等下人家买掉了 不要做这样东西 反正你怎样做呢 你可以再讲一下 people buy on logic but people make decision people buy on emotion but people make decision based on logic ok 帮我写在这里一下 so你在做的东西是 你帮他summaryse 多一次你的project的selling point 几个他觉得他应该知道的东西 然后你给他打都一直遮进去 你如果要去跟别的project compare的话 一定要用这些point来compare 这个时候你觉得他去compare 别的project的时候 他是不是有一个卖相 这个agent跟我讲 要从这些point来compare 如果你觉得你的project的这些point 都是肯定赢的话 当然去跟别的project来compare了 他自己会心服 你的project是比较好的 agree吗 不需要当下马上逼他做决定的 ok 但我跟你讲说 很多时候你会讲 如果我不逼他做决定 好像不能 我没有叫你不要close他 你要close 你一定要有那个closing action 你的intention是要close 讲说ok 所以我的booking是多少钱 你可以用check transfer或者是credit card来book 所以你要放一个人的名还是两个名 这都是很我们讲很soft的closing 你要去用这种softclosing的方法来close 但你不要用hardpush的方法 那今天我讲了三个东西 就是第一就是跟客户做朋友 reduce他的resistance increase他的trust 第二 the best selling technique is not selling but你要怎样去卖东西呢 用storytelling 用人家的experience 人家错过的东西的experience 来跟他讲 或者是给他看别的customer 有的testimonial ok 第三呢 就是don't hardpush 就是people buy on emotion but they make decision based on logic so第三个是你不要hardpush 不要用emotion 单单emotion的push 你要放弃emotion的technic 同时 你一定要给他有一个强行的就是logic 这一part so summarize你project的selling块 多一次给他听 让他回去再想 然后你再follow他 那到时候我给你讲的东西 ok 我们来summer一下 到最后如果你follow了一星期两星期过后 你的customer真的是不要做决定 有可能这个project真的就是不适合他了 如果他真的不喜欢的话 为什么你要逼他买呢 instead as a property agent 你可以怎样子呢 你要propose他别的project 那我之前有讲过一个视频是about什么呢 是今天你不要做bassamalam 你不要做bassamalam 什么都mine 的意思就是你不要什么样的customer都去serve but你要做一个专卖店 serve一种customer 帮一种人解决问题 所以今天你meet到这个customer的同时 你知道他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发现到这个project 两个礼拜你meet他过 你觉得不能适合他的话呢 你问他这个问题 ok 你做到这三个point他们还不买的时候呢 要怎样子做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 当你的customer真的是最后 ok 我觉得这个project不适合我啦 ok 不适合我说他不想买的时候哦 这个时候就是你要开始展现你最最厉害的property agent的technic 而就是不要硬硬叫他买这个project but position as yourself as a problem solver 问问题 问他 so mr buyer 我其实我知道你已经决定不要买这个project了啦 我也不想逼你买 but我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 今天为什么你不要买这个project呢 有什么原因吗 因为我想要知道这个 呃 是什么原因 所以我才可以 可能检讨我自己犯下什么错误 或者更好的帮助你 因为as a property consultant 我们不是要逼你买一个不适合你的东西 反而是要让你可以买到一个物质来解决你的问题 那如果你这样子去跟你的customer讲的时候呢 你觉得他会告诉你他原因吗 他会告诉你 那这个时候你硬硬要记得下来他的原因 你记得他原因啊 过后你是不是可以找到另外一个适合他的产品跟project 来怎样呢 来解决他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technic 就算你follow up ok 到最后他不要买的时候 不要放掉他 不要放掉他 as in 你要知道为什么他不要买 因为今天他不要买 其实有很多原因的 有可能他的原因就是 今天这个project可能根本不设他 so 如果他不设他的东西 为什么你要去卖他呢 对吗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find out了这个答案的话 你可能可以更好的方法来propose下一个project 那我要讲说了 今天as a very successful property consultant property agent的朋友 相信来看这视频你们为什么今天你们看这视频是因为你们想要有更好的成绩更好的突破吗 那么今天我是把我自己personal experience share给你们听了 我是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的 可以考虑这用这个方法就是 every rejection 今天啊 我要你写下这东西 rejection很多时候不是你的错的吗 rejection 就是今天到最后你的customer不买啦 不是你的错 只是刚好 you are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有时候可能你的产品是最好的 你可能觉得你的产品是真的很好 为什么你的customer不买呢 可能那个东西真的是没有到它的requirement 或者是实际不对 像我有一个customer我先跟你讲一个personal experience 你们本身有没有试过follow up一个customer follow up for 多久 两年 这个customer到最后他跟我买物质是因为他跟我讲一个东西 我自己亲口问他了 所以其实为什么你会跟我买物质呢 他讲 before他跟我买啦 两年了 你想一下两年了 这样多property agent在外面啊 你不觉得他会找property agent 问看看他们的那个 有没有什么样的service呢 他们一定有了 那么今天为什么他跟我买呢 他跟我讲一句话 adrian 我跟你买是因为你够坚持你follow up timing不对 他那时候论真的是不可以过 如果他的loan不可以过 那么你要怎样子去 给他 去买呢 不能吗 他不能做决定吗 所以你要继续follow up 我一直update他关于新的property 有什么新的property 那我约他出来喝茶这样子 那by the way 交通一个方法就是 如果今天你的customer真的是 他们死都不要给你买啦 你约他出来喝茶 by the way 谢谢Mr.Buyer 我觉得啦 今天呢 你要不要跟我买物质是其次 我是觉得我跟你很谈得来啦 如果你真的跟他谈来啦 万能这样子的 我们有一个时间出来喝茶一下 可能我可以交流一下心得 因为我本身 我也是有做蛮多property conciliation给我其他的customer啦 那我想要 今天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 跟你sharing一下 我对这个market的看法咯 那如果你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讲 你的customer肯定出来跟你喝茶了 特差的同时 你是不是减低resistant increase trust了 很多时候都是长期的followout OK 那今天你的customer不跟你买 你要问他问题 什么问题 地点不对 实际不对 还是就是那个东西跟他可能不喜欢 然后留住这个customer as一个神 就是你要 OK again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follow customer 就是 今天他就算不跟你买 你问他一个permission 我可不可以把你加去我的broadcast list 所以下次 我有别的property update的时候 我就broadcast给你 whatsapp broadcast 一个一个慢慢讲 你可能讲 你想比几个customer不会多吗 把他们慢慢加去你的broadcast list 几少成多 跟你买了的customer 也帮他们加去broadcast list 你的whatsapp broadcast list 还有什么呢 Facebook messenger broadcast list 还有什么呢 做一个facebook group 把他们加起来 然后在里面一只share value的东西 这些都是我觉得很简单 不用需要钱的 来我重复多一次 帮我写下来一下 三个东西 三个东西也可以做的 就是帮我写下来一下 把customer 加训你的whatsapp broadcast list 第一 第二 把customer加训你的facebook messenger broadcast list 第三 把customer加训你的private training group 所以这些时候就是你一直去share value 让他们永远记得你的方法 有多少个customer property agent在外面呢 他们是一直update customer based on property information 而不是一直blast他listing的 那我跟你讲 你把你的customer加训这些property的 broadcast list里面的话 你如果一直给他看listing的同时啦 by the way guys 他们也是会live的 instead你怎样做 给他们property education 给他们看customer testimonial 第一 whatsapp broadcast list 第二 facebook broadcast list 第三 就是facebook training group 我可以请求你们帮我一个忙吗 如果你们觉得今天我这个这个video真的是有帮助到你的话呢 我只要求一个小小的东西 就是你去我的page adrian siao property and internet marketing coach的page呢 你帮我留一个review 你可以帮我打新 四颗星 五颗星 一颗星 abdouni 你帮我打新过后 你可以帮我留一个comment 你觉得今天 我有没有帮助到你 你帮我留这个 我觉得我会很开心啦 ok 因为我觉得今天蛮多人在看 而且我觉得今天 如果你们真的学到东西的话呢 这是我觉得我 最想得到的一个回报啦 就是你们去我的那个page那里 你有没有帮我comment 啊留一个review 讲说我这样子帮助到你啦 ok 那么看这视频的朋友 我们我今天就差不多要share到这边为止啦 你们本身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可以去我的我的group里面 留问题 开一个discussion 我可以在里面discuss 第一 第二 或者是你可以privatepm我 你在我的pm里面 你可以send message给我 讲你面对到的问题 我可能下一次的live 我会针对你的问题 开一个live来讲 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咯 ok 然后再次呼吁一下 你们今天如果觉得我这个视频有帮助到你 就帮我把这个视频share出去 欢迎你不要扶持